欢迎大家订阅点赞开铃铛 非常感谢你们 好 然后这款地府日记 Facebook游客 游戏是Player商店推荐的啦 广告推荐 它会有一个推荐区嘛 推荐区你要花广告吧 要买吧 就来玩一下我也没玩过啦 那游戏目前的下载次数10万加 然后评分4.8颗星 3480的评论 大概率是国际府版本吧 会不会太大闪 再小声一点 黑无常 白无常 然后阎网 基本上就这几个吧 判官啊 金银赚钱的是不是啊 好像是金银赚钱 果然 果然是金银赚钱 然后 你的客人就是这些 这些被 这些鬼魂吧 是不是 善良的鬼 屠夫公孙 布 布 布子的布 好 孝顺父母打爆不平 大善 盼你去补习店走一招 有点想要恶搞吧 有点想要恶搞吧 有点想要恶搞 好我们继续盖 补习店 我们要可以赚这个魂币啊 这就是那种赚钱的 金银建造赚钱的游戏啊 只是题材是这种地府 画风的话也OK啊 就有点卡通风格这样 好要去奈何桥啦 这也是孟婆啊 这些东西就是以前电视剧都会演嘛 很喜欢演 过这个奈何桥喝孟婆 他如果不喝的话 就会记得前世的记忆这样 好还在教学 那今天是1月18号礼拜二 好快啊礼拜二 这边有这个什么连灯啊 点一下连灯 每次去那个扫墓的时候 灵骨塔 里面都会有这一句 就地狱不空 似不成佛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 应该有吧 地藏王菩萨 地藏王菩萨 他的音乐确实让你有点鬼鬼鬼鬼鬼绝的感觉啊 好这就是我们主线任务 其实这种游戏只要跟着主线任务做就可以了 大家前面还是给你有剧情这样 好来了这个就是那个客人 你想像他是一个那个 便利商店的或是医院的 主题的或是运动运动运动的主题 玩过很多啦 就医院的话就有病人来就要看病嘛 然后盖一些 医院的一些设施啊 什么牙医啊 什么什么什么 内科啊 或是什么X光科 或是什么放射科啊 那你就要配置你的一些人员啊 医生啊 护士啊 开始配置 然后如果是便利商店你就开始摆设你的商品 然后就会有商人来着 有那个 购买的客人来着 那他这边把客人就变成这些鬼魂了 好这边有个任务 收取建筑屋上的铜链30个就这个吧 走不动 然后会有一些惊他就是会有一些事件 然后他会有一些要求 事件要求看你还不要满足他 常常是这样 好 那我们的货 来看一下喔 把这个界面看一下 260应该是我们的 铜链吧 银链是不是 然后这边有这个资源我就不知道什么 产量3 然后链灯的话 莲花绽放可获得大量玉石 我现在一级 好像会自己升级吧 然后图鉴的话就是你这些 你这些客人 好 会开始解锁这些客人 好我们就去领取这个魂币是不是 好解锁建筑 祭坛 好解锁一下 这个都有一些空地吗 到时候都可以他都会自己盖我在想 好 化福气魂 可以干嘛 不知道 是不是 化福气魂要干嘛的 不是很懂 转盘吗 好像转盘是不是 自动缠出以及商城礼包抽奖获得 好 化了化了刚没化 奇怪 所以是 解锁这个吗 瑕士刚获得瑕士吗 可是没有啊 我一定要给吗 可恶 他很强自信耶 我不能不给吗 我不能不给吗 我就不要给啊 硬要我给就对了 但是我没有用账号登录啊 聂静台 那我们要怎么盖 好 点击一下空地 没有 聂静台不知道在哪里 好 亡死层 哇 这个这个虽然是直击是手的 但是他这个地图还蛮大的 很多东西都可以开 你要自己拉一下 聂静台在哪里啊 我看一下喔 解锁不了 喔 铜钱不够啦 我懂了 380 我想说为什么都不能解锁啊 钱真的赚太慢了啊 我也没办法 这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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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这里啦 孟婆这里钱比较多啊 不早讲 还好我拉过来太累了 好解锁 他给我感觉 收钱不是那么方便 你要这样拉来拉去 有没有一个一键收成的啊 收钱的啊 没有啊就只能慢慢慢慢这样点 然后滑来滑去好累啊 好 呃 加速的话看广告啦 我们不看 免费 一开始是免费 又可以拿到钱 好又要招魂是不是 招 魂归地府招魂 然后客人就冲进来吧 然后你就看广告啊 我就这样看广告 招魂啊 招魂就是拉克的意思啊 然后你免费广告的话要花5块美金吧 好我们再来要收100块钱 铜钱100 他明明就银币的感觉啊 他竟然用铜钱 我现在有三个可以收铜钱的 然后这个是收这个什么魂币的啊 产量才3而已 我现在铜钱产量是489 可能是我的上限吗 分母上限是不是啊 反正我们要升级的话就要 炎罗殿也要升级就对了 炎罗殿 炎罗殿怎么升级 这里 钱庄要一级 钱庄在哪里 好先不管 有时候你钱庄要自己盖吧 我再想一下钱庄 炎罗殿 鬼门关 补习店 钱庄你看还没解锁 好继续审判 这个炎罗殿这个炎网仪 有点忙啊 可化服 我的鬼话服 这就是一个我刚说嘛点击赚钱的游戏 然后你可以加速就要看广告 常常是这样啊 然后你就要去广告 刀山火海 解锁 这个可以加速了 没有 可恶 要花五十 要花五啦 我有五十这样 刀山火海 惩罚灵魂 好 刀山火海 那要有人来啊 就他 他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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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烧了 发现新的客人 这里他被烧 有个冷却 这样 这个真的跟那个 医生的一样啊 看医院开医院的一样 医院的有这样 我玩过很多医院的火车的 火车的也有 港口的也有 经营海岛的也有 就是玩法差不多啦 本质只是 只是换个皮换个主题这样 换个题材这样 好这边要过奈何桥 我也好想要去喔 奈何桥可以干嘛 就不见了 就离开我们这个地府 拜拜 过 生产水井 我们要先解锁 那要一千六 我没有 只能慢慢存钱 存到一千六 这个 这个补习店最好升级一下 我现在参量八楼 好一千六还不够 这边还有那个冰山区 上刀山下火海 域外 我会玩过客栈类型的 有过 客栈的话就是 就客栈啊 就你要做菜啊 厨师啊 开始服务客人 然后也玩过那个电竞的 不是电竞就网咖的 就弄一个网咖 你就要摆电脑啊 买游戏啊 然后客人 招募客人来玩 也是点击赚钱啊 就说这种游戏 你可以 想出 不同的主题 都可以 都可以 只要你想得到就可以了 这边有宝箱 大家看广告吧 果然我就知道 那 商城的话还没开吼 他是有商城系统啦 所以他没有强制型广告 只有那一种 被动的啦 就是 你要 你可以自己看 应该算主动啊 没有强制 好 结束 这里 有井水 我们直接加速一下 好 铜钱不够 什么意思啊 要花60 好 成长礼包要跳出来了 怎么打叉啊 在这里 找不到 好这边有一些 70%off的东西 70%off就是三者啦 好 那 差不多差不多 我们做个孟婆汤吧 嗯 制作 开始做孟婆汤 好 好 那就先这样吧 我没有觉得很好玩 我觉得 还蛮单调的 就是应该说中规中矩吧 就一个赚钱的游戏 然后也 就理解这个 18层地狱在干嘛 体验地下世界 就有油锅啊 鞭打 上刀山啊 下火海啊 这些有了没的 就是一个赚钱的游戏啊 点击赚钱 那当然赚那个钱是假钱啊 不是真的赚钱啊 就让你可以有收益这样 放置收益这样 那我就先玩到这边吧 好那下面还有其他功能 招魂 然后储物 商城还没开 探索还没开 玩法目前就这样而已 就 这边 赚钱 探索不知道 好的 我是哈姆 喜欢我的游戏频道 欢迎大家订阅点赞和铃铛 我们下期再见 大家拜拜 拜拜